我想針對李瑞昌先生在擔任金管會主委的時候 竟然在主委室召開會議 幫慶富公司喬辯跟受信條件 導致唯一有的擔保、費長專戶 退還了給慶富五點名義 造成了全體銀行股東跟納稅人非常重大的迫害 李瑞昌他這樣的做已經嚴重了逾越 一個金管會主委的行為奮氣 跟已經涉嫌違反了貪污治罪條例的公務人員鼓勵罪 我在今天早上的記者會 已經把所有相關的證據做了非常具體的陳述 我沒有想到李瑞昌先生 他對於自己違法的行為 不僅沒有任何的反省 竟然還公開誣指我 說我一派胡言 真的是讓人沒有辦法忍受 在金管會主委卸任了以後 對於這樣一個違法施格的主委 我們的政府 竟然讓他去當中華電信下面 中華投資股費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金融秩序跟金融紀律 這樣子的仇勇 全體的納稅人沒有辦法忍受 我也沒有辦法接受 請李瑞昌先生公開站出來 向全體的納稅人致歉 自己在金管會主委期間 所造成大家的傷害 所造成大家的傷害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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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